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來到這裏就是新加坡的新蒲典 在這裏我們見到很多是英倫式的建築物 一共有三十五棟 原來在殖民地時代 即是說新加坡未增入之前 英國軍官都住在裏面 現在就是活化 將這些三十多棟建築物 改為現代化的一些舖的地方 喝酒的酒吧 吃不同美食的餐廳 環境非常之好 這個建築物我們見到很寬敞 綠化得很漂亮 原來有六十年的歷史 這間屋有個特別 顏色只有兩個 黑色和白色 當地新加坡人叫做黑白屋 他們現在是受保護的建築 白牆黑窗框的特色 絕對是不能夠改的 在1940年代 這裏是英軍的住宅區 1971年英軍全面撤出後 新加坡政府將雕空屋 租給不是新加坡裔的人士 後來決定裔發展 還定位做了一個 富有舊世界色彩的特色餐廳 銷閒地方 經過嚴格的挑選 現在有十一棟英式住宅 變成酒吧和食肆 我從香港遠度而來到 新加坡這間餐廳 是否是新的移民 現在移民不是一個人 是一種食物 在主菜未到之前 我們先嘗試這間餐廳的 幾個特色的精品 首先這個是龍蝦蛋白蒸麵線 這道是蟹肉雜菇豆腐 這個擺設這麼精美 就是廚師拼盤 究竟這個主菜 北京田鴨來到新加坡 又是怎樣呢 我們試一試 這道菜安排在新加坡 這間最新的浦點 Worchester Park 在這裏 這裏就只有五間餐廳 而其中這間是經常獲獎的 包括有亞洲拔金獎 新加坡最佳餐廳 全亞洲五大最佳餐廳 為了這個片平鴨 他們特意在這間屋內建造的烤爐 以及用一種獨特的木材來烤 他們的烤爐就像我們在北京烤鴨露店 經常見到的紅磚烤爐一樣 他們用來烤鴨的木 特意在美國運回來的蘋果樹木來烤 還專程在北京聘請了四位烤鴨師傅 負責整個過程 整套北京烤鴨的色香味和文化 原汁原味地搬過來 真是很認真 師傅就跟蹤北京 但用鴨就用馬拉鴨來做 因為貪牠們肥瘦均勻 肉味夠濃 肉質又鬆化 皮下脂肪較為薄 入口就不會有那麼肥膩 至於醬汁 除了傳統的大青瓜讚甜醬 還有自創的四川辣汁混蒜頭 皮很軟熟 如果鴨不是太油 我們看到皮下脂肪不太多 吃到鴨都頗鬆軟鬆化 都是一個好的北京烤鴨